各位觀眾朋友,請主記長 神記長先好了 對不起,神記長先好了 請神記長 林神記長你好 恭喜 謝謝 又再次受到肯定 謝謝 這個新職 那這個一屆的話大概是幾年的時間 是的,給委員,包括我們一屆是六年 六年齁 那我想在神記長的工作當中 會不會有藍綠黨派的一個概念 在你的腦海裡 是的,這個審計最主要就是要操攬獨立 所以在我們本部所有 也無報告個人 我們完全沒有黨派的一些意識 我們審計部人員很多吧 大概有幾百人 是的,整個審計裡面有接近七百位 七百多位齁 所以我們過去很肯定 在各項的監督啊,決算啊,審計方面 可以說是做的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是的,我覺得在審計部有很好的一個成員的這個市值 那麼在過去也打下很好基礎 特別在這六年 我個人在第一頓審計長論內 那麼在全體統領努力之下 我們在整個審計的一些面向 最主要一個顯示的改進就是 審核報告的一些 因為內容豐富 然後我們表達的方式做一些改進 所以這個審核報告可讀性增加很多 在事實上也是整個財政的透明 用所當用啦齁 是 該用的就用 可是齁,有些如果說設備啊不好的齁 該檢討的就應該要測試 有,在減少不經濟租出 那我想請教一下齁 是 這個特徵組齁 叫那個調查局齁 違法監聽國會齁 齁 那聽了結果齁 發現說,欸,這個錄音有咔咔咔 甚至錄了一個很長的一個月的時間齁 原來說是設備不好啊 不曉得審計場有沒有去查過齁 在這個政府的機關裡面齁 監聽的單位齁 買的設備的單位 有哪幾個單位 各位我們報告,目前在監聽有調查局 有刑事檢查局 還有這個國安單位 我了解有三個單位都有在做這個監聽 出行監聽的工作 好,這三個單位歷年以來齁 全部加總的這個監聽設備齁 一共花了多少的經費 各位我們報告,這個不是事實上 我們沒有去做一個調查了解 這個資料應該都有吧 嗯,他們在 如果說看看他總共花了多少錢 可以拿得到 那請問齁 監聽國會齁 的這套設備齁 那麼差那麼爛 都已經違法監聽了齁 雖然是齁 這個齁 天理不容啊 但是聽都聽了齁 就發現那個機器很爛 沒有錄到 什麼咔咔咔 然後還不能判斷說什麼 錄進來的、出去了 不能錄 所以顯然這個機器購買有問題啊 你們能不能查一下齁 是哪個單位在買的 這個買的過程當中齁 是不是有綁標還是有微標 為什麼買的那麼爛的機器 全世界在監聽 我們沒有聽說哪一個國家監聽會 這個設備出問題的啊 實際上這個部分不曉得你有沒有查過 在 隔壁委員報告就是 所有政府的採購 他們都必須要依照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那麼來訂訂這個規格、諸葛 然後依照採購法的規定來辦理採購業務 那訴後呢 他也要看看有沒有符合 院做的時候有沒有符合品質 然後使用有沒有效益 這個部分在採購法都有緩緩相過 那請問一下 立法院喔 這套設備是哪一個單位在使用 那 當初買這套設備的人 是誰買的 那個機器啊總共花了多少錢 怎麼設備那麼爛 報告委員這個部分目前 你能不能測查一下 除了法務部有做一個調查小組的調查以外 那麼監察院 需要了解監察院也有委員立案在調查 將來在整個在主行面的一些相關的一個問題 都會有這個主管機關跟監察院會提出報告 那主席 主席 可不可以稍微停 稍微停一下齁 那個資料掉一下就有了 我們可不可以了解他那個資料的內容 對 你是說那個 就是違法監聽的那套設備啊 是哪個單位買的 然後是誰買的 他整個決標的過程 採買的過程啊 有沒有缺失 為什麼違法監聽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監聽到這個機器沒有用啊 就查一下到底是誰買的啊 這個 好吧 那我們財委會就折成看 審計部去調查 但是這個 因為這個有牽涉到部分的 可能有沒有機密點我還是不清楚 不會啦 設備沒有什麼機密啊 連那個 軍購的那個設備我們都可以調到了 這個只是一個設備 我們來看這個設備 除了什麼問題 所有的這個監聽單位的買的這個設備裡面啊 是不是 裡面缺失還很多 為什麼買了 那個錄錄不出來 然後說是白烏龍 到底是烏龍事件 還是設備買的時候就買叉 委員 可能這個是一個特徵者的一個糖塞 也不無可能啦 齁 我們不清楚啦 那我們就希望 審計部這一塊去查應該 查得到嗎 查不到 審計場是我們最尊重的啊 他沒有藍綠啊 只有 是非嘛 只有真相 是 查一下就知道了啊 好不好 那 方委員就是他這個 這個設備的採過預算族行情況 我們可以來了解 好 那先謝謝審計長 好 那請我們等這份資料啊 好了以後我們再對外公布 那另外 那審計長你時間是要多久 你再沒問題 我不曉得這個機關的配合情況怎麼樣 那原則上是多久總是有一個 異計的時程吧 那就一個月好不好 好 那就我們就定一個月 好不好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的就是齁 因為我來自地方 為地方發聲齁 捷運延伸至安坑啊 之前報導 說 忠實報導說 又要喊咖啦齁 是不是可以請神記長說明一下 這我們地方已經 應切期盼了十幾年了齁 那立任的總統也好啊 這個市長也好 都信誓旦旦說 捷運延伸至安坑啊 這個 馬上就要完成了 馬上就開始進行推動 那為什麼現在喊咖呢 究竟問題出在哪裡 本席長年以來啊 對地方的事務推動啊 不予於利 那我們全力一定要讓這個捷運延伸至安坑啊 一定要水到渠成啊 那加會地方的這個交通建設 甚至可以廣建青年住宅 讓青年解決居住的問題 這究竟問題是出在哪裡 能不能請神記長啊 能趕緊把這個事情推動完成 呃 跟委員報告就是 在整個大台北地區 目前在台北市的捷運算很方便 那麼在新北市的部分 他們目前有在推動這個捷運的三環線 三環整個總共有一個三環的這個 這個三環三線 那據我個人這個新北市審計處提供資料就是 有三三陰線跟這個安坑線呢 就講安坑線就好了 安坑線它是在早在九十二年就完成這個環評的一個工作 但是它整個可行性的評估呢 在一百零二年的7月 在今年7月才得到核定 那麼蓋股金會大概有兩百多億 目前可能還是在計畫核定 獲序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站在審議機關立場呢 可以督促這個新北市政府的一個重大建設 能夠透過它的這個預算程序 那麼依照它的這個規劃的計畫 然後拓列預算我們可以來督促他們 照這個計畫加速來執行 所以捷運延伸至安坑的這個安坑線啊 現在有喊咖嗎 因為它只是一個可行性的評估是剛剛核定 所以既然是核定應該是繼續往前推吧 那麼詳細的細節 因為目前在審議機關掌握就是一個可行性的一個 這個進度跟它的異估的監會是兩百十八億這樣 這個喔 對我們地方來講 捷運延伸至安坑啊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政府啊 也公開場合總統 以及市長州已經對外宣布了 我們已經爭取了非常多年啊 我們殷切期盼 千萬不能喊咖 如果喊咖的話啊 我們不排除啊 發動很多人來包圍相關的單位 這政府給我們的承諾 這個各位的報告就是詳細這個三應縣跟安庚縣都還沒有動工齁 我們會來說起這個比較確切的資料 目前只是一個初步的這個 蓋估的一個預算監會 站在本部的立場我們會監督它照預算來執行 謝謝 無論如何啊 這個捷運延伸至安坑啊 一定要落實來執行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可以請主機長 好 請主機長 好 謝謝 主機長 羅委員好 中華民國政府啊 在你當主記長啊 會不會步入美國啊 政府關門的後塵 會不會 不會啊 我們相關的預算還是要符合相關法制來編列 現在整個國家的債務餘額是多少 103年度 預計債務 會長預額是5兆4250億 5兆多億啊 是 那你現在這個 那麼沉重的一個負債啊 平均啊你要叫國民 扛多少的債務 每個人一出生啊 大概就卑債70萬有沒有 本來期盼主記長來了 可以稍微這個 讓大家輕鬆 債務預額可以下降 不減反針耶 每位國民大概22萬 那不過跟委員 每一個國民一出生就要扛22萬的負債 你為什麼速度不快一點喔 讓整個相關的單位可以活化 土地資產各方面可以動起來 我這次想不懂 像剛剛講的捷運延伸自然坑啊 那很簡單啊 你那個縣的第 第K8站 你繞到偏僻的地方 你為什麼不協調經濟部 在新和國小前面 那邊做廠商開發 就可以收益可能兩三百億 K5站 旁邊就有一個燕酒公司的十公頃的土地 你不去規劃 還有一個K0站 那邊公有地有180公頃 你們能不能有一個好的思維這樣帶動 那個行政院喔 是在今年7月1號 就已經那個答覆 就是說這個經費的總額是218億元為上限 同時請交通部要督導新北市政府 以跨區區段征服等方式取得土地 那評估相關的運輸效果的 只是講你們那個喔 開源節流很重要啦 我看你們這樣做一下 我再請教一個問題啦 這個 今年度啊 放煙火花掉多少錢 辦活動 手上有沒有資料 這個要再 查一下煙火的部分 請你查一下資料給我 喊都喊沒錢 節衣縮食 亂亂放煙火 亂亂辦活動 彈花一線粉飾太平 那個有需要這樣做嗎 因為 好幾億啊 各個部會他會衡量這個 還有你今年的那個事故喔 是 要賣中華電信 要賣兆風金控 核庫 中鋼台肥 還有賣財經公司 你就這樣做對嗎 這個部分 現在這個價格是最便宜的時候 那個價格當然也是要 預算經過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後才執行的 那 那這個部分 因為103年度 預算籌編真的很困難 所以 毛副院長邀請有關機關 最後決定就是說 這樣你們做的你們都不做 空軍總部那一塊開發可以上千億你們不做 很多的相關部會在檢討 然後現在股市的交易量 不斷的下滑 以前1200億 現在每年少了550億 那誰來負責 少掉五百多億也沒人負責 不過股票現在最近比較好 那缺咧 少掉六七百億誰來補 最近好是好 還沒有到以前的軍量1200億 溫水煮青蛙 來個1100多億 就這個沾沾自喜 我們以前都是上看要2000億的啊 好時間關係啊 請資料提供給我 謝謝